歐爸精選好球來看中場羅術師許藝雲 一個假動作晃過防守者 精準的穿越球一箭穿心找到了吳世平 吳世平一個左腳反向射門 GO 吳世平本場比賽火力全開 成功完成帽子戲法 看完歐爸精選好球 今天就要來為你解密球場上的進攻箭頭前鋒 同樣是前鋒 但是隨著陣型的不同 在前場也會有不一樣的位置 不一樣的類型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四種最常見的前鋒類型 第一種 Striker 也就是我們通稱的前鋒 是最常見的前鋒類型 他會在球隊陣型的最前端 運用個人的速度跟技術來把握進球的機會 但是同時他也會成為一個助攻的角色 把隊友傳過來的球分給隊友 然後讓隊友來進行射門 第二種 Center Forward 中鋒 中鋒其實跟籃球的中鋒是有點類似的 他們通常身材會比較高大壯碩 然後運用自己的身材優勢在前場進行卡位 取得良好的位置之後呢 就能掌握高空優勢 運用頭槌來進行射門 當然在前場有良好的位置 也可以把隊友傳過來的球當作一個支點 再分給隊友讓隊友來進行射門 也是 Center Forward 中鋒常做的一種方式喔 第三種 翼鋒 也是我們俗稱的邊路前鋒 邊路前鋒呢 會在前場的兩側邊路 運用他們個人的速度突破到前場的底線 然後再運用高空的傳球 給中鋒來進行射門 當然翼鋒除了做傳中的助攻以外 他們也會自己做內切插入 找到機會之後呢 自己起腳來射門 最後一種前鋒類型 我們稍微賣個關子 等一下再回來告訴你 我們先來介紹木南聯賽裡的桃園國際 這個球季他們網羅好幾位國家隊的進攻好手 來看他們如何組織自己的豪華風險群 3 2 1 GO 我是桃園國際的19號 我叫魯岩龍 然後最主要打的位置是後衛 陣容真的換的都是大換學 所以在魔法上還有滿大的需要去加強的地方 桃園國際今天以全新風貌出戰木南聯賽 除了跟桃園市政府合作 也網羅了多名國家隊好手 包含陳彥萍 林雅慧和潘彥欣等人 還有現任中華女族的隊長丁琦 但球隊在第一循環結束時只取得一勝 戰績不如預期 因為我們國高中生也有 然後還有社會人士也很多 其實大學這部分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落差滿大的 有越來越好 但是因為一直沒有贏球 所以還是有很多問題 很多狀況這樣子 對 我們這邊的足球的文化 可能對他們以前的足球的文化不一樣 去年跟我們在一起的球員 他們可能已經知道我們的想要的是什麼 可是信來的可能只需要一段時間改變 3 2 3 Go 除了新加入的主力好手 桃園國際也有許多年輕球員 包含有最強國中生之稱的李毅問 還有多位來自喜無高中的優秀球員 其中台灣南非混血的曾雲雅 在對決台中藍丁時踢進一球世界波 沒錯 藍丁很好 阿雅這個改變環境很好 往裡面掉 進球了 進球了 那時候剛好要卡斗 然後被把那個阿雞騙過去 然後剛好看到門的角落那邊有個位子 就試試看剛好進了 我就自己嚇一跳 一直問我說是不是在掉球 我說不是在射門 可惡 然後那個人在射門 射門我看了很久 另一個新面孔是新加盟的泰國國腳蒲毅 經過14天的隔離 已經在6月27日的比賽 以中後衛的位置上場 幫助球隊2比0玩風新北航員FC 桃園國際在第二循環打出了二連勝 這麼安排他 這是我秘密的武器 因為他的幾年是非常多 他已經提了那個世界杯 所以不是連對我們的隊 可是連其他的隊可能有影響 台灣國際主打聯賽中少見的343陣型 Oliver教練透過觀察聯賽 與評估球隊實力 制定出最適合球隊的戰術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跑那麼多高的球 或者打圓的那個助力圓的這種球 所以我們需要改變方式 就是33是比較配合傳團的 三個後衛的話 所以他兩邊的底線空間就會被暴露出比較大 可是對我們天風來講是還蠻好 因為有三個天風 相較之下是體能 還有大家的聯動都要很明確 來台灣國際最好就是很開心練球 然後還可以學英文 這次隊伍一直都是一個比較 沒有那麼自私化 比較自由 然後也比較開心的球隊 不管你是體那個level 足球是一個比賽 應該是一個很快樂的東西 需要這個快樂 抓到這個快樂的感覺 對 台灣國際的343陣型 可以說是把進攻火力最大化 加上後防新加入的泰國國角 Pisa My Song Sai 台灣國際接下來的比賽 絕對會有所不同 接著我們來講剩下一個前鋒類型 影子前鋒聽起來好像有點中二 跟影子籃球員那個卡通沒什麼關係 影子前鋒主要介於前鋒跟進攻中場的中間 他是比較自由的一個角色 所以他會在前場的左中右不斷交叉換位 來尋找進攻的第二點 找到機會他們就會後上前插到前場 做一個射門進攻 當然他們也會跟中鋒來做一個搭配 所以影子前鋒不管是傳球 跑動還是射門都非常重要 也可以說是技術層面最高的一種前鋒類型 當然我們今天介紹了這麼多種的前鋒 不管你是哪一種前鋒 只要能進球就是最好的前鋒 我是橫翼歐巴足球聯賽 我們下次再見